旅居海外的书雕艺术家陈隆斌 应德州圣安东尼奥 势力公共图书馆之邀 举行书雕作品各展 一件件以二手书本雕刻而成的动物和人像 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石雕的质感 令参观的民众嘖嘖称奇 而这项展览将会持续三个月 不只让人看见台湾艺术家 源源不绝的创作力 也增进了高雄市和圣安东尼奥市 这两座姐妹式的情谊 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立公共图书馆 馆长积极促成之下 旅居纽约的台湾艺术家陈隆斌 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叠开深面的 书雕艺术作品展 现场一件又一件细致的雕刻作品 远看像是木雕或石雕 走近一看才发现 是由一本又一本的书堆叠雕刻而成 让所有参观的民众嘖嘖称奇 在正式展出前的揭幕仪式上 包括圣安东尼奥市文化局长菲利 以及圣安东尼奥市国际事务主管雪莉 也出席致词 并对于这次的展出给予高度的肯定 是非常重要的 擅长以二手书杂志和回收纸张为创作题材的陈隆斌 二十多年来以各种书雕作品 在日本、香港、德国和美国等地展出 想遇国际 这一次他更带来凸显脸部特色的书雕 带领大家反思自我的内心世界 我以前基本上是把书雕 关注在脸部的在线表达上面 但这个作品我环转变成是脸是一个 以书背呈现出来的 是变成一种欢转 那我要传达的就是说 其实文化阅读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人的外在的一个影响 有人说其实要看到你内心世界 就是从你的书架就可以知道 你的内心世界在想象什么东西 参与这次活动筹办的 休士顿台湾书院副主任刘月勤 和前申安东尼奥市议员赞婉鱼 也特别前来参加 对于华人艺术品登上主流图书馆 感到鱼肉熔烟 由于申安东尼奥市和高雄市 递结为姐妹市已经超过30年 副主任刘月勤认为 这次的展出对于两室友谊 将有加分效果 那这次申安东尼市政府 中央图书馆 有这个机会能邀请到 陈冬斌先生过来 对于促进高雄市 以及申安东尼市 两个姐妹市之间的情谊 非常的有注意 那我今天看到他的作品 不光是能够把这些 有特别的一种创意 把这些图书做成这种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非常美感的这种雕塑 然后体现出我们华人 在这方面的这些创意 非常高兴 这场陈冬斌书雕艺术展 将会一直展到2016年2月20号 不只让许多喜爱艺术的民众 可以近距离欣赏到 书雕艺术的细腻 也促进了台美双方的 艺术交流 台湾宏观电视 谢沐顺 美国宣安东尼奥 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